首相署今天公告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多斯里穆斯达法正式感染新冠病毒 他也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名确诊的内阁部长 穆斯达法也对确诊后引起的任何不便 向全国人民道歉 新年70岁的穆斯达法 昨天从吉隆坡前往吉兰丹 哥达巴鲁抵达后马上接受病毒筛检 并在当晚确诊染疫 部长已在昨晚10点30分 移送到哥达巴鲁中央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文告也提到 穆斯达法曾在1月1号接受检测 当时的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阴性反应 去年10月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多斯里祖基菲里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成为第一位染疫的内阁部长 当时与祖基菲里 参与同一个会议的众多内阁成员 也因此进行14天的强制隔离 全面中要维持新冠病毒 补充环瓶 其实是遅的 我和你其他人 都不想要维持新冠病毒 不想要维持新冠病毒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